我的好朋友离婚了 这个我发了两个字 离了 我思考了半天 回了三个字还好吧 他说还好 聚散有时各生欢喜吧 我知道他一定非常难过 但是没有放肆的哭声 只有点到极致的分寸 人到中年和好朋友 流泪弹心的时光多么难得 怎么会糊弄 我只怕酒杯太浅夜短暂 转眼宴席就要散 又要各自披上盔甲 再次坚强起 如果你还有这样一个好朋友 愿意让你看到他的狼狈和泪水 请你不要糊弄 因为总有一天 他终将学会糊弄自己 不管流再多的眼泪 都不再需要你擦干 在我们还能伸出手的时候 为什么要收回来呢 每个人的记忆中 都有一个帮他擦干眼泪的人 我要让他知道 如果你的爱人不靠谱 我靠谱 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伴侣和朋友 是我们唯一可以自己选择的亲人了 如果你们以后难过了 可以大胆地来找我 锦上添花 我可能会缺席 但雪中送炭 我染高明一定会到 我可以陪你哭 而且我不怕累 今朝有酒 今朝对 小红书